就是呢 他这封信的内容 其实特别提到了 他说他被知遣了 那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问题是呢 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他喜欢的工作 那当然这封信里面提了很多 包括他有提到说 与其你说纾困补助 还不如给我们疫苗 好就说得很直接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 都还没有讲说614之后 三级警戒要不要持续 光是到现在为止 这个是否已经受到 整个疫情扩散影响到的生计 已经超过了6成5的民众 是受影响的耶 所以很惨 那桃园市呢 在昨天开了全国第一枪 就说这个美容美法 4月6月4号开始强制停业 11天一直到6月14号 那最近呢 其实你会发现呢 即便在双北很多美容美法 他没有被强制停业 但他们不是开开关关 就是一天只剩 一个星期只上三天 甚至呢像是 我的像美法院 他一直在延 延营业的时间 一直往后延 昨天又说要延了 也要6月15 那我就说那如果三级持续呢 你们是不是也不会开张 他们说真的不确定要看情况 那更别说像Uber小黄 这个建车 他说那个真的是 你看建车司机跟我反映 业绩其实掉五成 掉七八成 好来看到Uber大卡25%的员工 两周裁员6700人耶 你更别说因为现在都禁止餐厅内用 这个餐饮业的连锁加盟业者就说 纾困4.0的薪资补助缓不济及 那Uber司机你看 每个都说掉到七八成 所以司机有反应 他说对 他们可以领补助领三万块 连续三个月 但是他们说谁要领这种钱 正常的时候 我可以赚的比这还要多 那包括很多美法的设计师 也就是说 他们是没有底薪的设计师 要有做生意 有营业 他们才有收入的 所以我不知道政府怎么看 就是8400亿 现在追加到8400亿的纾困金了 但是我觉得重点不再纾困吧 其实这封信写得很清楚 就还是在疫苗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快筛的部分 我这边一并讲掉 快筛在昨天记者会让 陈时中直接就说 这个离岛快筛令的部分 你要做普筛不可以 要你们违法 所以要撤销 那才管你呢 金门 马祖 澎湖 完全不甩中央 他们直接就说 我们要自救 你不要阻挡 所以完全都不管了 那像是我觉得 这个是澎湖机场 在这个澎湖的湖西乡长 更直接说 他们据说中央管辖的马公斤厂 运出来的垃圾 就是告诉你我是不满了嘛 不爽了 那陈时中在昨天 我记得他还说 因为全面快筛 他担忧未阴性 未阳性 所造成的假性安全感 炳哥 他为什么舍不得筛啊 到这个节骨眼了耶 我真的觉得非常奇怪 也就是你自己不都决意 五岛的你要出去的 就是台湾五个机场 你要到外岛的 都在那边要设快筛站了吗 然后你又说不能强制筛 要自愿筛 那有的人就是不愿意筛 请问你怎么办 那你一直担心什么 未阳性 未阴性 请问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你 那那一些 不管他未阳性 未阴性 如果你没筛的话 那假设他是确诊的人 他是不是一样 换在人群里头 对 他是不是一样 有传染的风险可能 我们现在要快筛的目的 不就要把它筛出来吗 那实际上现在你不是全国都三级吗 全国三级的大家都要戴口罩 大家都要保持安全距离 不就这样子吗 我觉得他们一直在讲一个奇怪的观念 当初我们主宰入境 主张入境全部要补筛的时候 他说不行不行 未阳性未阴性 我们主张入境补筛 可是我们没有说他不要隔离 我们一直说他入境补筛完之后 继续跟你隔离14天 我管你是阴性还是阳性 重点是至少我先用快筛 抓出一批人出来 不是吗 我们要的目的是这个 先框一批人出来 要赶快找出来 第一个站在人道的立场 他有病他自己不知道 你赶快把他抓出来 赶快帮他治疗 让他不会变成重症 这样不是比较好 第二个也减低他传染给其他人的风险 他也不会成为破口 是啊 不就这样子吗 当然没有一个筛减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每一个都会有微阳性微阴性 那在你这样来说 世界应该宣布把所有的筛击全部废除掉 因为筛减没意义嘛 因为永远都会有微阳性微阴性 这不是废话吗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逻辑 全世界都示范给你看过 你不塞的结果到最后就变这样 就是越来越严重 然后你永远没有办法清零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有病谁没病 就这么简单 然后现在还在坚持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还要明令哦 苏文章还在那边讲说 不能国中治国 所以要把这些权力全部收回 不能让你快塞 老实讲啦 我是完全支持这些 连江县 然后那个澎湖县 还有金本县 这三位县长的做法 就跟中央干到底 怕你啊 讲实在话 你们的 你讲医疗垮了 还不是你地方 离岛要自己呆 外岛根本没有医疗能量 你只要几个人确诊 大概就完了 而且他们重的话 一定要往本岛送 你没有其他的办法 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的医疗资源 所以呢 今天上外县长 请注意 你们是人民选出来的 你们有责任 有义务要保障你们的 县民的生命产产安全 所以中央怎么讲 他就算要刑罢口罕你 他就算派军队来压你 都不要理他 我看苏贞昌 你有没有这个种 你直接派人去 外岛把这些县长压回来 我看你有没有这个种 我看你敢不敢处罚 你敢处罚试试看 我跟你讲 你如果要引起民众暴动 那随便你 你们有种就来 人家在保护民众 你在干什么 你还在玩政治权谋 现话吗 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 不只是这三位县长 你们在野党的这些县市 如果中央的一些命令 根本不合常理 根本违反防疫原则的时候 也不要听他的 违法就违法 大家来啊 我跟你讲 当政府自己带头违法 政府自己为了政治的情况的时候 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的时候 这种烂政府不要有罢 有种你敢倒行律师 我们人民就把你推翻 又怎么样 我早就讲了 国民党要去开国际记者会 要去告诉 糟糕天下 告诉全世界 我们台湾人 现在这个烂政府的防疫是这样 是用这种牺牲人民安全 只为了去巩固 那一小撮人的炒股利益 巩固那一小撮人 要扶植国产疫苗的心愿 然后去把全民搞得这样半死不活 大家紧张得要死 然后讲 施政风教授的儿子只是 几百万人其中的一例而已 我这几天在外面 遇到太多人都在跟我诉苦 说生活不知道怎么过下去 你这个六月十四号 看起来也不会解封 那前途茫茫啊 那未来怎么办 我怎么过下去 我有老婆 有小孩 有上面有长辈要养 我们的经济收入来源怎么办 你政府再怎么去救济 八千多亿 听起来好像很多 没多少钱 你要知道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一个人发一万就是两千三百亿 所以八千多亿一个人 才发三万多就没了 三万多够干嘛 我请问你三万多够干嘛 现在哪一个东西不要钱 我跟你讲 现在连这些外送快递 最近都涨价 对 因为为什么 他们人手也不足 对 所以很多地方太远的不送 要不然就是价钱给你调高 所以越是这种情况下 越需要的就是现金 所以纾困的东西 第一个 不要再叫人民去申请 你们赶快用最便利的方法 赶快送到人民的手上 让他们有钱花 第二个 政府的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赶快帮我们把疫苗找回来 用尽你一切的手段 我早就讲了 我管你偷去抢 只要有机会就把疫苗弄回来 你去当海贼王 我都无所谓 你派军军 就把他硬抢怀 就无所谓 只要你有本事 抢怀再说 先把台湾人民的基本生命保住了 大家再来讲意识形态 再讲什么蓝绿 当你连最基本的政府功能都做不到 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按钮都做不到的时候 老讲人民推翻政府刚好而已 疫苗来了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自选品牌 关系这件事情 指挥中心改来改去改来改去 现在说不行嘛 又考虑之后要开放 民众可以自费选择 但不管了 台湾到现在什么时候还在吵这些 来看在美国莫德纳向美国FDA申请 全面批准使用 也就是说直接可以卖疫苗给民众 那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 看到现在台湾是怎样 逃难潮是不是 听说这个出境增加了三成 都是到美国的班机加开 而且是天天飞 很多人到美国打了 那甚至我在伦敦的朋友 也跟我说要不要去伦敦打 因为你只要年纪符合 上网登记就可以 是啊 其实现在很多国家 因为它是法定传染病的关系 很多国家去打 其实还不用花什么钱 对 那也是非常便利 我们也都知道去上个礼拜就有新闻 人家现在美国大卖场都有在卖疫苗 直接给你打 那所以当人家都能做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还在一定要强调 这是一个医疗行为 这很危险的 这怎么样怎么样 原厂授权书啊 而且我跟你讲 不只是疫苗而已 他连快筛都说 这是医疗行为 一定要怎么样 怕你们做不标准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我们的政府是把台湾人都当一群猪 我们这群猪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 没有你政府交的话 我们都是脑袋里头装的都是浆糊 我连那个试剂都不会用 我们有这么笨吗 台湾有这么傻吗 台湾人当初台湾情绪 对啊 国外也都在超市买试剂啦 为什么台湾 我们台湾人以前不都在笑外国人 跟猪头一样 我们台湾人最聪明最贼 那结果现在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台湾人变了一群笨蛋 什么都不会用 台湾人没有这么笨 是你不敢放下全力 是你怕人民知道 原来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你赶快开放给民众 让民众自己去施展 人民反而会支持你 如果你不开放 你要把全力抓在手上 到最后人民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